海峽兩岸棒球金手指 應援大賽開打囉 現在上活動網頁參加遊戲 挑戰90秒連續打擊 讓美少妮為你加油 才有機會抽中活動大獎 快來試試你的好手氣吧 海峽兩岸棒球金手指 應援大賽 換你來挑戰 孩子說笑就大罵 越罵越糟糕 你連吃什麼都不記得 那你還記得什麼 你腦袋裡你還能記得什麼 這樣你考試能考得好嗎 考得好 全部都不大罵 孩子不知道哪一件事情 你最在意接收到的這一個訊息 比日常生活 每天都在罵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講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其中就有一個女藝人呢 她現在比較淡初在台灣的演藝圈了 但她曾經也非常紅過 一線女主角 她就坐在 就是現在一個 上司上規公司老闆旁邊 那個時候那個老闆已經結婚了 但是她看到這個女藝人 她驚為天人 她非常喜歡她 殊不知 她已經是這個媒體大亨的 的小密碼了 正媒體大亨就是 就常常你看到她的 正媒體大亨已經把東西賣掉了吧 然後呢 為什麼耶 就常常發現說 這個媒體大亨的 所屬的媒體 常常寫這個女藝人 非常常寫 這也是潛規則 這就是所謂潛規則 就是說 我捧你對不對 但是你就是要 我吃飯的時候 你就是要出來 讓我帶給我兄弟 可是現在你們當記者 也沒有那麼好過了 以前當記者的 買房子 買車子的 買幾棟的 真的是很多 她交往 跟女明星交往 對 真的 跟女明星交往的 也大大有人在 那個助理 助理啊 欸 你知道那是誰嗎 欸 你知道那是誰嗎 你知道那是誰嗎 你知道應該要空出儀式嘛 這個應該可以寫 對啦 她點檔一些女星 因為她已經退出了嘛 那你寫出來我們會認同 我故事還沒講 來 先寫 你寫出來 我用火化掉 用水喝掉 我寫出來 我會保護你 保護這一張紙 對 好可怕喔 竟然是她啊 看不出來耶 她是知人知人知人 不是八點檔一線的女星 蛤 你們相信是她嗎 哈哈哈哈 八點檔啦 哈哈哈哈 怎麼把我講出來 不想活 她做人的 秀慧你不要活了你 不是 她真的不是八點檔一線的女星 會啦 那學真的 那學一個秀 好 故事先講完 來 姓 不行 聽寫就知道了啦 不是 她姓很特別 姓很特別 有那個女 姓很特別 一線的那個女主角嘛 然後另外有兩個 一個是一線的 一個是二線的 然後那個呢 另外一個 一線的女主角 名字兩個字 現在也已經消失在台灣的 演藝圈 沒有人知道她去哪裡了 她呢 就坐在 因為本來 我不是說有一個上市上貨公司的老闆 她是喜歡這個女藝人 但她已經是媒體大恩的菜了 她就本來要去摸人家手 摸人家腳 結果後來這個女藝人就瞪她一眼 就說 然後就把周刊 丟在她的桌上 那個封面是她嘛 就丟在她的桌上 然後看她一眼 喔 這個大哥知道了 喔 好 好 然後就趕快換下一個 兩個字的女藝人對不對 這兩個字的女藝人呢 真的非常大膽 我覺得 換下一個是 那位是外男作 梅花座嘛 比方說這個是那個 媒體大恩的嘛 這是另外一個女生 但這個女生她是 等於說 淡如姐妳約她來的 但妳並沒有告訴她說 我們是要幹嘛 我是介紹男朋友給妳認識 所以這個女藝人 只是想 她完全不想要 當什麼飯局妹就對了 這個女藝人呢 這個大哥 這個上市上貨公司的老闆 已經喝醉了喔 這邊已經被 被罵了嘛對不對 她就開始摸人家腳 然後我站在旁邊說 哎唷 這個大哥 怎麼這麼大膽 然後那個女藝人就 沒有 那女藝人就一直把她手推開 那個她 那就想說 那是不是 嫌摸下面不夠呢 她就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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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直接講 然後那個 那個女藝人就很生氣的站起來說 你放尊重一點 自愛 然後她就掉頭走掉 然後我們就 全場少爺站在那邊看 那個大哥那邊 哎 這是誰找來的 她就 讓她在現場很尷尬 然後從此以後 這個女藝人在那個媒體 這個 因為這個媒體大亨要幫她兄弟出氣嘛 她都被寫不好的 連拍戲用配音的也被罵 然後你的這個 哎唷 這個快來了 這個女藝人很有氣節 她就走啦 她走啦 所以我覺得她很有個性 自節啊 偏高 她不接受這個潛規則 你看 被修理 這應該寫出來了吧 對啊 寫個獵女耶 因為今天這個值得表揚 我們要公尊於是 好和和贊揚 我們要請中華民國的政府 頒發一個 增結獵女牌賞給她 而且要入籍中獵女 突然發現 為什麼大家沒有人要寫給楊秀慧 因為她真的很不可靠 女藝人總管理生我會很棒 還有小費喔 還有小費 等一下喔 這麼好 才兩百塊 兩百塊 還沒有賞她一杯大酒 我跟你講 像以前 我剛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們算一季是十三集 就是如果一個禮拜播一次的話 就是一季 有什麼叫做廣告脫播單的 就是 如果就是 我上你這一季的廣告 每一集我都上你的廣告 然後呢 我們以前的製作人 就跟我講 說來你這一張去把它簽出來 但是問題是 裡面就有很多大老闆 我說 怎樣簽 叫他簽字啊 我說怎樣叫他簽字呢 他說你自己想辦法啊 我就過去 叫你去叫他們簽就對了 對 就是 等於是我 我自己的酬勞 是我自己去弄出來的 然後我就 譬如說你是大老闆 嗯 老闆 聽說你會簽字 他說 蛤 開玩笑 我當然會簽字 我們老闆說叫我 叫我找你把這一張給簽了 他說 我為什麼要簽 他說 我也不知道 他叫我叫你來簽了 當然我當然就沒有簽到啊 旁邊會喝酒的呀 啊 那個 人家就簽到了 對 就 正式開演的時候 第二季 不是被犯掉的 哦 那那一位現在 還在這個影壇長青嗎 那如果在我的年代 現在在演藝術圈 還有留下來的 真的不太可能 現在都演阿嬤了 那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是老三台時代 這種現象比較多啦 但現代也有 也有 有人找私家吃飯 不去一定有吧 你吃也有問題 對 不去吃一定風沙的啊 他就是希望你去 應酬 嗯 然後那我就說 因為我不喝酒 嗯 他說你來 你來 然後我就沒有去 隔天 一鏡劇竹 第一句話 臉色大變 怎麼樣 很會演戲喔 嗯 很會演嗎 你覺得 你可以在這個棚戴多久 然後我當大家的嘛 嗯 然後整個人就很尷尬 嗯 然後呢 雕晚了嘛 那天晚上 他又問我 怎麼樣 今天大家又要去唱歌 嗯 你去不去啊 嗯 你很會演嗎 跟導演討叫一下啊 跟那個誰誰誰問一下啊 合群一點嘛 你說 昨天就沒去了 今天也不會去啊 嗯 我就沒有去 然後隔天又被刀啦 可是還好沒有去 因為我聽了另外一個女生 她有去 她很可憐 等一下 一進去 一個威士忌公杯倒這麼滿 嗯 她說啊 來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啦 周飛很想去 保證你 一路演到底 哎唷 她就說 可不可以 慢慢喝 反正我今天離開之前 一定把這杯喝完 你可以不要喝啊 你不喝就是不給面子啊 不要喝啊 嗯 直接喔 空腹喔 那個公杯要下去 就訂廁所 沒有出來過 一定吐死了啦 自己去廁所嗎 她自己去 吐慘了 然後回來她就跟我講 她說 她也很無奈 可是 她已經在這個地方工作了滿長的時間 她知道 不能不去 她每一次去其實她都知道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她都要 你是本來身體有點沙啞 還是你現在有點哽咽 沒有就是 就是其實講得快哭了 你怎麼講得好像那一杯子你喝下去 那一杯子 沒有 你都沒去 你只是被放話 你有沒有被換掉 有有有 後來有 後來就 寫到不知道去哪裡了 嗯 哎 你這個怎麼了不起 我說實在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 滿沒面子的 就是譬如說 我們有一些的經紀人 然後呢 希望在內地發展 帶著她的藝人 她真的是 有帶藝人去吃飯啊 對 什麼呀 然後來換得角色 可是問題是 這個潛規則是 應該是全世界都差不多的潛規則 不是只有在台灣 如果在別的地方 我要講起來的話 譬如說 什麼日本韓國呢 可能還更嚴重 當然韓國一定比我們更嚴重啦 看報紙媒體 或者是 我們至少還沒有到 有些人莫名其妙自殺身亡 然後留下了一堆藝術 要紅很要不擇手段 像這個有的是潛規則 也有現在演藝圈有一種潛規則 紅得也很快 就是 對 對 就是說什麼人對我有好感 什麼人又什麼人 尤其很喜歡弄製作人 我們現場就有位製作人 製作人顯身坦承 很多妹都會自動貼上來 我覺得我才會碰到那種就是 比如說很久沒有來 他說 你怎麼都不找我上節目 然後他就會 接著會問我說 那你單身嗎 我說不要我單身 他說那你怎麼不追我 然後我就會說 沒有啊 那就是你怎麼好呢 他說沒關係 我也很納悶 我單身這麼久都不追